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来park了 然后呢有一次我和妈妈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park 然后这块呢就是我们喜欢在一起练瑜伽的地方 那边那条小路就是我们进来的地方 这块风景很好 太阳也可以照到这里 四面八方都有树 所以今天如果挂风的话我们也不会太冷 然后呢 这个坡上面有一个大树 我今天就在这个大树底下教大家 我那次摘了一种这样的 我那次摘了一个这样的叶子 就是这种的我把它掰成两半了 这个park里面特别多 然后呢 这边很多人都拿它变成绳子 然后做框啊或者做手工 或者做麻绳啊 这种叶子特别结实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拿它来做绳子 我们不需要各种的任何东西 我们就拿手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拿一股 我们现在可以找一棵树 或者拿个树枝 让别人帮你拿着 然后呢 这样子 这样子来回摩擦 这样摩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会有这种白印子 如果家里有的话没有树枝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拿手这么把它窝一下 大拇指放在这里 其他手指这么拿着这么窝一下 因为我这个树干比较粗 最好长一个细一点 但是我这里没有 这个树比较高 我都得在上面这么摩了 就这么一只摩 可以使劲的邋遢 甚至我都可以吊上去 我可以抓住 它特别的粘实 然后呢 我们把这样的柔软一下 它都烂了都有白印子了 这种情况就很好 或者你可以把它拿在手里这样搓一搓 都可以 但是呢这边仿神的很多了 奶奶他们都拿刺激脚腕 但不能穿裤子 就是在脚腕上这么摩 都可以 然后呢 我现在已经磨完了 就是 你看到它的磨蜡蛾 有白的印子 你可以把它拿在手指上这么绕 反正就把它搓一搓 这些 就把它各种揉一揉 让它变软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用指甲盖或者拿手 把它 把它一丝一丝的 我们现在要把它搞成一条一条的 这个叶子很坚实 为什么你这么轻松 还把它给撕开了呢 因为呢 它很坚实 是因为它剪的时候很坚实 它是因为就是 它的纹路是顺着这样条的 但是如果你这么剪的话 它就会很费劲 好 我们现在刚刚搞了一些这些 丝 然后呢 像比较粗 你可以拿笔 如果你也不强用指甲盖的话 这样子把它戳一个洞 然后这样滑过去 但是我这个笔啊 因为我这已经搞得很细了 所以我的笔很难扎进去 你可以拿材质刀或者什么 然后你可以拿钥匙或者拿剪刀 我都不喜欢 因为我自己已经搞好了 好 你可以把它绕到手指上呢 再这么打开 你现在可以发现它非常的凌乱 然后呢 我一般拿两根 如果我搞的没有那么细的话 我拿两根 可以把它再撕一下 拿两根 然后你把它对折 不需要一样长 因为你最后可以接些 然后你打个截在头上 然后一边两根 然后呢 这样的时候呢 你把它食指放在上面 先搓这个绳子 把它往外这么拧 然后呢 搭在这边 这个再往外拧 搭过来 往外拧 搭过来 你松手它也不会松啊 就是你也得多防一点 就这样子一直绕 好 如果你两根不是很一样长的话 它就会 它就会变成 一根一直是直着 另一根在绕着它了 就如果你两个不一样粗的话 或者不一样 不是一个部位 不一样硬的话 然后你就这么防 因为你就会有个洞 你也可以拿个绳子绑在树上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因为这个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呢 你可以边做边听音乐 也可以唱唱歌 靠音乐 唱唱歌 苹 Moż 作者 你 elephant 嗨呀 我叫醒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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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醒了月 云变成了雨地 丢在大海上 海水变了啊 西来青山起的彩样 你可以放些你喜欢的音乐 变成了雨滴 雨落在大海上 海水变蓝了 西流流着起了太阳 成光加醒了风 风加醒了树 树把风满了 鸟加醒了云 雨滴成了雨滴 雨落在大海上 海水变蓝了 西流流着起了太阳 好,现在我已经变完了 我这会儿只剩一根线了后面 所以我现在要接线 把它一根放在这个边 比如说我现在要接到这一股之上 然后呢,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拿大拇指按住 然后呢,再接着拧过来 搭过来 大拇指要一直放在那 直到你已经做完两圈 你看这就第二圈 它就固定在那 你等会儿可以拿剪刀把它剪掉 等你做完了之后 这样都接好线了 最好不要两边一块接线 你看比如说我这边接完就好了 我现在该接另一边了 我再拿另一边的 再接下面这个 就这样接 你不需要打个结 你就把它搭在上面 就行 你会发现它很细密 很均匀 只要你都是一样的 你看我刚刚接线这些 塑匙都可以拿剪刀的 我把它剪掉 我们就这么一直编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时间需要比较长 所以我们可以听歌唱歌 或者可以听听故事之类的 但是我选择唱歌吧 尸'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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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a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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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Frage 尹' 尹ounter 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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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了雨滴 滴落在大海上 海水片旁邊 寂寥亮天旁 寂寂了太陽 成光 嬌醒了風 風 風 嬌醒了風 雄 嬌醒了風 嬌 嬌醒了風 一夜 成了雨滴 滴落在大海上 海水片旁邊 寂寥亮手 寂寥太陽 好 現在打個結就可以把它編完了 因為後面我打算不接著接線了 所以我就在這裡停止了 我今天編的這根繩子比較短 因為路是平脈所以 好了 那你直接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你不打結的話都是可以的 然後呢 就這樣 可以把剛剛那些都修剪掉 然後這樣就出來了 一根繩子 然後呢 你可以用來拿它綁東西 綁菜或者 或者你可以做給它編一個東西啊 什麼的 都可以 我一般呢 就把它 那就是當普通繩子 比如說要綁東西的時候用 那今天視頻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你們 谢谢大家